今天是 《市民政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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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少康 歡迎你來到 TPS少康戰情室 這我們親愛的特別來賓 陳富雄委員 李俊逸委員 尹乃金小姐 費隆太委員 林玉帆委員 中佩軍議員 好 那麼英國的媒體披露 美國的軍艦 跟大陸的航空母艦 在台海交錯而過 還沒有互相開個炮 美的巡防艦 叫做史卓頓號 穿越台灣海峽 大陸的海警局說 我們是全程警戒它 我們的國防部說 美國海岸防衛隊的航艦 自由航行 我們都知道 另外CNA直擊國軍 澎湖反空降 說每天都在演習 工軍把馬工機場佔領了 我們怎麼樣 反空 把他再奪回來 你看他們 這個 我們的兵先去 然後裝甲車跟著 這是他們的這個畫面 那另外呢 這個 在這個時候CNA呢 到澎湖去看的時候呢 剛好遇到四個工機 船我們的識別區 記者就唯恐聽到不懂 高興 四個飛機來了 高興 好 那麼雷剛號 直入南海 然後呢 大陸的網路就盛傳 它的轟6K已經開火控了 雷達打開 只要驗就把你打下來 只要打到你了等等 那昨天我們在錄這個 上線的時候就網友 大陸網友就上傳了 你有沒有看到 你知不知道 我們已經開火控了 開火控了 那另外呢 美國智庫說 如果兩岸發生衝突 那像這次烏克蘭 俄國被經濟制裁 G7一定會制裁大陸 那這個時候全世界會損失 3兆美元的經濟損失 就是全世界都會受到影響 那所以美國的AIT主席 羅森伯格說 台海的和平穩定 攸關全球 不是只攸關美國 不是說美國關心了 全球都關心了 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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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呢 美國眾議院已經通過那個 這個零票 這個委員會的 42票贊成 零票反對 通過了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 首批協定實施法案 首批 那都要送參議院 那我們就不肯送立法院 這奇怪 同樣我們台美嘛 那美國都送給國會 我們為什麼都不送給立法院 行政院堅持 不送立法院 就是不送立法 我們看一下 CNN記者特地來台灣 到澎湖直擊 國軍的反空將演習 國軍的機械化部隊 火速奪回機場控制權 因為海峽咽喉一旦失守 台灣本島門戶洞開 演習到一半有四架解放軍機 闖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國軍戰機升空攔截 緊張對峙天天上演 飛官卻沒有一絲鬆懈 CNN記者也觀察到台灣軍隊都有覺悟 今日的演習 明日可能是保家衛國的關鍵戰役 國軍指揮官自禁地說 大陸解放軍想入侵台灣 得先有辦法拿下澎湖再說 好 郁方兄怎麼看 現在很多美國重要的媒體 都在台灣開始設辦事處了 原來不來的 現在都來了 就是想這個 萬一打起來 他們可以有第一線的報導 你怎麼看 我先這樣講 這個就是很多人 看到布林肯去訪問大陸 最後很多人認為 本來見不到習近平也見到了 所以大家鬆了一口氣 特別東南亞一些國家 認為說看起來 中美之間的動作 應該會高一個段落 至少會緩和非常的多 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中國大陸 其實一直沒有很大的意願 跟美國的領導階層見面 因為他們總覺得 見完面依然是對峙 依然該鬥爭還是鬥爭 都不會少的 其實從美國來講 他們想跟中國大陸見面 包括拜登想跟習近平見面 最重要是他們做一個 damage control 也可以說是crisis management 就是說一種損害管控 或者是說危機處理 他知道這個危機處理 他知道這個危機是不會過去的 他們只希望他不要惡化為戰爭 就只有這樣 中國大陸也了解 所以如果覺得說 我們跟你見面有什麼用 你看第一次見面 在阿拉斯加那場見面 國家安全顧問 國務卿 這邊的王毅 還有跟楊什麼 楊潔篪見面 結果後面關係更壞 現場就大吵一架 而且美方連一個便當都不請 他們兩個吃 對不對 然後後來就開始做危機的管控 見面 赴國務卿去訪問 然後也在其他地方也見面 然後私訊 電話之間 兩邊的領導人也在進行 有沒有用 真的是沒有用 結果現在就來到一個冷戰格局 美國人不承認 但是其實這就是一個新的冷戰格局 只不過這次冷戰的格局裡面 看起來蘇聯的角色 就是說俄國的角色已經變次要了 主要美國這次要兌貨的就是中國大陸 而且這一次的冷戰 上一次的冷戰其實主要的地點 除了越戰以外 主要地點是在歐洲 這次的冷戰主要就在亞太這個地區 所以美國一定要在中國大陸周遭 一定要制重兵 要來圍困中國大陸 他不是要跟你打仗 不過他就是要來整個要對付你 因為對於美國來講 讓中國大陸 讓美國把中國大陸形塑出 他就是非常的好戰 非常的強悍 這有一個好處 是有助於美國去結合這些中國大陸周遭的國家 來對付中國大陸 然後美國賺到什麼 美國賺到很多 貿易 你們不准賣東西給中國大陸 就是半導體的這些成本 高科技這些都不可以 所以大家要團結 所以美國不是只有佔到軍事的利益 他的經貿的利益是吃了很多 吃了很飽 然後最終你們都不斷的要買武器 因為台灣要買一買 二買 三買 要一直加 所以對美國來講 他是需要這個危機的 這個危機的存在對美國的外交 對美國的軍事 對美國的貿易 中國上的利益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那中國大陸呢 坦白講 這也不是中國大陸可以選擇 因為美國的決定就是要這樣做 那你中國大陸偏偏你跟台灣有問題 你跟南海這些周遭國家也有問題 然後你跟日本之間 也有釣魚台的問題 所以美國就剛好利用這些國家 來對付你 所以這個局是解不了 我們只期望說 它不會惡化為一個戰爭 就是這樣而已 老師 我覺得AIT理事主席 羅斯伯克這番話 就是說台海和平 攸關美國利益 而且是全球的利益 這普通常識 不用你講 但是你沒有注意到 他沒有講到一句話講到台灣 台灣好像就是理所當然 作為正常 活該 那有沒有講到台灣人民的命 到底一條值多少 他只是講一旦開戰 這個3兆美元的金流會中斷 那台灣人民的損失有多大 所以我覺得老美就是 沒有把我們看在眼裡 而且這個時候我們台灣朝野 都沒有人吭聲沒有人講一句話 你應該怎麼講呢 你應該講說我們當事人 我就不算當事國也是當事者 所以我們深受其害的時間 又要比任何人早 當全世界各個地方 因為地理位置都不一樣 他們或者是經貿關係都不一樣 他們受到的損失有不同的時候 台灣當然是第一個受到災害 所以台灣的看法 我們的看法 我的看法 就是不能開戰 一旦開戰 一個一個受害 我們台灣大概就是第一個受害的 所以我才一直堅持 這個絕對不能開戰 因為一開戰 我們是第一個倒楣 開戰的程度很淺 我們也倒楣 所以要很深 有些國家才會受傷 我們是最倒楣的 我們第一個衝在前面 Rosenberg連台灣兩個是 連提都沒有提 這一點就是 我們的朝野不管藍綠 不管是現在的總統 是未來要當總統 怎麼不講兩句話 對不對 怎麼不講 點點 只剩下這樣 對不對 不過現在看起來 原來就是金馬 金馬是前線 現在看起來是澎湖變成前線 金馬大概不會 老公沒有興趣 現在拿澎湖 所以在演習 馬公機場被拿去 我們要把反攻回來等等 來 妳怎麼看 我是有點懷疑 所以當然就是 我是懷疑就是說 大陸如果對台灣 採取軍事行動的話 還會去攻澎湖嗎 這個要問戰略專家 要問林立方教授 就是說對於大陸來講 他其實採取圍島封鎖 他就從圍島封鎖 就可以開始了 甚至於他如果要發這個 要開始採取這個行動的話 他的火箭 他的彈炮 他應該是對準我們的神經中樞 會以拿外導 作為這樣子的手段嗎 我是打一個問號 所以不過就軍方來講的話 他現在在演習 然後讓CNN去看 當然是他要 達到一個很大外宣的效果 其實美方最關注的 美方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在武器 你不管怎麼樣支援台灣 再多的武器 我們跟大陸 都是非常非常懸殊的 他在意的就是說 你台灣的民眾 到底有沒有戰鬥下去的意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CNN訪問 他也集中在這個地方 剛好在演習的時候 就是有大陸的解放軍的軍機 越過防空識別區 所以那個形勢態勢 就非常的緊張 就可以把台灣 行錯為民主的堡壘 不能夠失守 不過我們更要值得注意的 就是美國的海岸巡防艦 他們海岸警備署 就是海警這部分 通過台灣海峽 然後大陸的山東艦去 我覺得要特別注意的 就在於是 現在在台海對峙的形勢 他現在除了軍艦之外 他這個海警也加進來了 這個就是自從在4月的時候 大陸對台灣採取 這個所謂的聯合巡航巡查 他以海巡艦為主力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把台灣海峽當作內海 我們以後要面對到的 強力的威脅就在於是 他如果針對經過的這邊的船隻 他說要登船檢查的話 你怎麼辦 然後美國也就相應的 跟菲律賓還有日本 在最近進行了第一次的 大規模的海警的聯合演習 就是說他們現在的整個 在南海和台海的部分 第二海軍的海警的力量 已經加進來了 對於台灣來說 我們的不管是 我們軍艦也好 或是海警這邊也好 我們的力量是非常懸殊的 我們要應對這個兩個中美兩國 在這邊軍艦加上海警 在這邊密集的交鋒的時候 它的衝突性的危險是增大的 如果我們面對到 他們衝突增高 並且是在衝突邊緣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應對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時機點上 這才是我們應該 好好思考的課題 你剛剛提到了 說美國現在看了說 武器怎麼樣都比不上了 那就要看人民有沒有戰鬥意志 什麼意思 就台灣人有沒有各個要拚到底 最後全部死守台灣 然後血洗台灣這樣的決心 為什麼講這個話 這是很殘酷的 為什麼講這個話 你看所有衝突的地方 南北韓 南韓 北韓實力是差不多的 南韓是超過北韓的 東西德那時候 西德實力是超過東德的 甚至越南 北越 南越 對不對 那次差不多勢均力敵 現在的俄羅斯跟烏克蘭 俄羅斯人口1億4千萬 烏克蘭4400萬 也不過三倍而已 哪有一個像台灣跟大陸這麼懸殊 你叫我們怎麼對抗 我就告訴你 不可能對抗 只有一種情況可能 美國下來 中美可以 台灣跟大陸怎麼對 你只有中國大陸跟美國 你們去打 那個時候你們實力還可以相當 還可以有得拚的 美國是比較強 但是強龍不要低頭蛇 你拉這麼遠 你的力量也削弱很多 老共雖然軍力還是沒有美國強 但是你有地理的優勢 台灣怎麼對抗 所以你老美天拱台灣拱台灣 你美國自己講清楚你要幹什麼 所以到最後你說你願意出來 跟大陸挺身的出 保衛台灣還可以 沒有 你只是要台灣 你去 你去 那台灣幹什麼 台灣幹嘛做這事情 需要再回來 那麼講完大陸要參加雙捨論壇 說還在考慮 那這個他顧慮的是說 不願意中華民國主權被矮化 所以他今天被遇到的時候 他說還在考慮 還在考慮 那有人去問郝友宜 郝友宜說 這不是我們該做的事嗎 參加有什麼了不起呢 苗布亞爾說 你講完完去 會被柯文哲收割 你那麼嫩 治療與病 然後你弄了半天 萬一有一點點成就 都被柯文哲拿去了 兩岸一家親拿去了 好 那麼 這個世家要12月1號說可以去了 房檢局說 你還要我們開檢疫證明給你 怎麼開檢疫證明 要大陸把規定給我 我才能夠開檢疫證明給你 現在都沒看到規定給我 所以我怎麼開檢疫證明給你 所以會不會到最後卡在我們自己 現在還在觀察 這個媒體也是說 你中央政府明天講不作為 然後就看到中央多冷酷 地方那麼熱心 為了農民來著想 你中央多麼冷酷 而且呢這個說什麼被統戰被統戰 你民進黨憑什麼底氣講一些廢話 你自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還不准人家做好 我們先看一下雙城論壇 端午節就是要滑龍舟 台北市長蔣萬安練了好久 就為擔任講手 不能把招牌搞砸 蔣萬安賣力的滑呀滑呀滑 但接下來要不要滑向對岸 現在傳出上任後的第一個雙城論壇 蔣萬安打算親自飛上海一趟 而時間就落在今年8月下旬 但本人口風還是很緊 現在都還在討論階段 一旦確定就會跟大家報告 三年來因為疫情 雙方都採視訊 蔣萬上任後是否恢復實體 除了著重事務性更具政治意義 但如今自身選情低迷 傳出仿路也是侯友宜的選項之一 你會去嗎 我目前因為這裡的工作還很忙目 那我也起立以赴 把目前現在的事情做好 先把眼下的事做好 來我們費委員當過台北市副議長 怎麼看這是 當然要去啊 這個雙城論壇從郝龍斌開始 歷經了柯文哲到現在 你不去人家一定會做文章 難道你跟郝龍斌的看法不一樣 你跟柯文哲的看法不一樣 你不希望台北跟上海兩個加強經貿 文化學術各種觀光的交流嗎 難道你不希望台北市的觀光旅遊業的生意好嗎 那文章才會更多了 在大陸也好 在台灣也好 定調這個雙城論壇是城市跟城市 他們可以互相稱市長 但是相對於像馬英九到大陸這次巡工之旅 就掃墓之旅 馬英九講出來說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總統 老公那邊是我感覺老公那邊是忍了 我相信老公那邊內部一定有對台灣人 再進行做檢討 但是這樣子去總是好的 兩岸 剛才上一節講 美國的軍艦以前有沒有經過台灣海峽 我聽我哥講 以前也是有的 但是新聞不會吵那麼大你知道嗎 那現在新聞為什麼吵那麼大 大家覺得這邊就是一個火藥庫 汽油的味道淫濃度非常的高 一點就著了 尤其是烏克蘭戰爭以後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要緩和兩岸的氣氛 絕對是對的 布林肯這次去 我們看報紙講 他談到了什麼東西 他談到了 航線可以對飛了可以直飛了 學術可以交流等等 那總是一個好的開始 代表說 我雖然在冷戰 當然雙方不可能承認冷戰 但是就是一種一種冷戰 尤其是我們有機會談到 談到金 談到那個IC產品 老共被美國封鎖的很慘 但是這個狀況下 布林肯還是願意去 意思是說我們不要打仗 現在這個賬平了 老共打不起 美國打了錢 美國也打不起啊 美國明年就要選舉了 你想想看 現在打仗對美國會有好處嗎 所以我是覺得 此刻執政黨是民進黨 你不需要再去配合美國 再去想要去點那個火 點那個火對民進黨 不見得有好處 尤其是布林肯正式去 我相信對民進黨而言 相對是不利的 佩君 你們怎麼看雙重論 這個兩岸實質的互動 帶來對百姓的影響 我認為從來都不是民進黨在意 民進黨只在意說 這是不是民進黨主導的 而如果不是的話 你台灣價值減合就沒過 我就會給你扣個紅帽子 三管五卡 這個嘴臉從剛剛褲委員講 年初馬總統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然後到現在台東縣政府的釋加問題 到下個月的雙城論壇 都是一樣 我賭民進黨就是一樣的 差不多的台詞跟劇本 要把它連接給說 會被柯文哲收割 這個邏輯就更奇怪 因為雙城論壇 是2010年的時候 有好市長在綠營圍攻之下 極力促成的 這13年來 我剛好有幸從政治記者到議員 我幾乎每一年我都有參加 所以我親眼見證了 民進黨在這其中的荒謬之處 我就講一個人給大家聽 童仲彥在2010年 雙城論壇舉辦的第一年 大鬧金華酒店 被人家飯店趕出來 2015年在上海辦 他隨團跟著柯文哲一起去 我手機現在裡面還有 他當時抱著是台辦的人 在那邊你是兄我是弟 的那個照片 所以民進黨的問題沒有是非 他講到兩岸 他就是他的政治提款機 所以民進黨在雙城論壇裡面的角色 只有一個叫做小丑 這一點13年來都沒有改變 矛盾的事情是 台灣人民本來就不希望兩岸會打仗 民進黨自己也不會主張說 我們應該要打起來 可是問題是 當蔣萬安或者是藍營主導 跟對岸有實質的交流的時候 他就開始講這些風涼話 這一次如果我們到雙城論壇 如期舉辦有成果的話 當然會提升國人跟國民黨的支持度 這有很奇怪嗎 要拿這件事情來見縫插針做文章 我覺得只是暴露了民進黨 在兩岸議題下面的心虛 還有毫無著力之處的那種蒼糧而已 金英雄 這個上海的雙城論壇 民進黨這邊是不需要去擋的 畢竟這個是城市之間 這個我完全同意這個論點 但是柯文哲也做了一個 這個算是比較前進的 或是說比較有示範性的這個做法 他甚至在這個論壇上 不應該觸及的 不應該觸及的一些 國家主權層級的一些議題 是去觸及 上海的代表 我不知道是副市長還是市長 他也去提到所謂的九二共識 這些都是讓雙城論壇 陷入比較政治化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次我看 蔣萬恩大概是會去 他去就必須要小心這一點 而且他去到底是對侯友宜 對國民黨是加分還是減分 就要看這一點 所以跟什麼上海論壇在談 佩軍在講的 這個很多的那些 所謂幾次下來 大概2010年開始 這個下來 那些根本不是很重要的 說實在 對現在台灣 這個台海局勢來講 不是很重要的一些協定 兩個城市之間的一個 互相學習 或是說互相合作 那個不是重點 這個對侯友宜來講不是重點 對這一次大家關注 去注意的重點 都是放在這個方面 剛剛有幾個論點是危險的 第一個 玉芳剛剛有講到 說中美之間外交是沒有用的 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個是危險的一個論調 就像剛剛費偉講到的 這個我是比較支持 就是說雙方有互動 總是比較有機會降低這種緊張 兩岸 你講的是兩岸 中美之間也應該是要這樣子 台灣現在民進黨執政有沒有去 好像要讓這個事情惡化 剛剛說去點火去鼓動 讓雙方打起來 美國不會那麼笨 中國也不會那麼笨 所以雙方現在這種僵局 目前是沒有得到 好像解決的這個方案 我最擔心的一件事 我這邊把它講破了 我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說 雙方談定以後 台灣到底是被怎麼處置 這個才是重點 執政者不管 這個政治人物不管是 你是執政在野 都應該好好去關注這一點 都要督促這一點 這一點才是台灣人民最關注的 布林肯剛看完習近平 結束了大陸的訪問 拜登馬上說 習近平是獨裁者 他很困擾的 就是說他很尷尬 就是說他連中國大陸的間諜 這個氣球飛到美國來 他自己都不曉得 對不對 然後你自己也看到 雙方的軍艦 是不是又在海峽擦身而過 所以我就跟你講這個外交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認為說 相見不如不見 見完以後還是鬥爭 你還是整我 半導體的東西 對我採取這個制裁 不准賣給我 然後軍事上 大家還是一直在對立 所以外交如果都有用的話 不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 也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同意 但是外交還是要進行 不過我現在想講一些 因為剛剛乃京講到澎湖的問題 中國大陸如果要打台灣的同時 他絕對會幹掉東寧島跟澎湖 因為這兩個島上面 都有長射程的武器 他如果不解決他們的話 他整個對台的軍事行動 會受到干擾 譬如東寧島有天宮三行的 這個防空飛彈 也有熊山的反艦的飛彈 也有熊二一的 可以直接打到大陸的選一飛彈 澎湖也是這樣 澎湖有萬艦彈 可以摧毀大陸的機場 F16可以攜帶上去 另外他也有所謂的天宮的飛彈 而且大概如果沒有 也很快就要把熊二一也放上去 所以這兩個島 你不是說我跳過它 你跳不過 因為這兩個島 就有辦法干擾中國大陸 對台灣的軍事的行動 軍事的作為 所以他這兩個島 在攻擊台灣的同時 一定要把它摧毀掉 我覺得四個字 這個看法我跟李俊宇完全一樣 就是對等跟尊嚴 我們這裡不是只有綠的 像侯友也都講 講到說兩岸中央對中央 如果要見面的話 一定是對等跟尊嚴 所以老美儘管口頭上 鼓勵你們要沟湯 但是這四個字跑不掉了 所以既然有這四個字 就談不來了 好 那雙層論壇呢 雙層論壇就沒有中央跟中央的關係 但是李俊宇講得非常好 你就是怕他偷渡 吃你豆腐 那個九二共識反對態度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民進黨在等著看 這有什麼好怕的 不 你就不怕 因為你沒有再選 因為你沒有再選 如果你再選總統 你就怕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侯友宜如果聰明的話 就應該不是 他有個獨君 不是 不是 這個講完就應該先行人馬 然後先去講一下說 是不是這個可以省一省 對不對 這樣我麻煩死了 去一下再回來 沒錯 連自己都怕 就可怕了 你也不怕了 就怎麼會拿出來 你也不怕了 你也不怕了 超牛可怕的